很咸 加了很多的盐巴 而且以浓度来看呢 它咸得跟海水一样 不要说小孩 连大人都无法接受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主要的侦办重点就发现 这个同一杯奶粉呢 都没有问题 只有这罐有问题 也就是捡警呢 已经排除了是千面人事件 而定调是人为因素 而重点就在于 如果是有人在奶粉里面 加了盐巴的话 这个人是谁 他是不小心加的 还是故意加的 奶粉里头怎么会有盐 捡警排除了千面人 朝向是人为因素 而且根据了解 检方带回的奶粉当中 发现其中一罐 每100公克奶粉 有6公克的食盐 若以30克奶粉冲泡60cc 等同于牛奶里头 有高达3%的食盐 几乎跟海水一样咸 才出生三个月的女婴 根本无法附和 为在卢州的住处 除了女婴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外 还有一位未婚的小姑 一共6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那是谁负责泡牛奶 除了爸爸妈妈 你们两个会碰到奶粉 还会有其他人经熟吗 没有 爷爷奶奶 然后呢 爸爸妈妈姑姑 另外大儿子就是住附近 但是没有这边睡 两个小孩之前都是 阿嬷带大的 这个年是妈妈自己带的 是家人性的偏方 误猜了盐巴 防止婴儿喝牛奶拉肚子 还是人为疏失 或是与人解约吗 就我姑姑表哥 他们本来就生活蛮浓洽 对 那也蛮单调的 蛮单纯的 何乐融融的一家 发生女婴牛奶出现盐巴 而且明显是人为 这个人是谁 仅仅要从接触过奶粉的人 下手调查厘清 记者洪锡玉 薛世华少想 新美食报道